一天一章跟Pastor Lily一起读创世纪 爱慕神话语的弟兄姐妹早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二十章 二十章读起来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是的 十二章记载了一个几乎相同的故事 亚伯拉罕在二十年前出到迦南地时 为了保命将妻子萨拉拱手让给埃及王法老 今天他也照样的为了保命 把萨拉也拱手让给基拉尔王亚比米勒 基拉尔是菲利士人的敌 后来菲利士人也是以色列的敌人 那么我们对比这两件让期的事件 它也有不同 第一两件让期事件的背景 十二章第十节说 亚伯拉罕是为了去埃及逃避饥荒 那么二十章没有交代是什么原因 使亚伯拉罕离开所住的西伯伦往南地去 但是请注意这件事是紧接着 上帝在十七章十八章两次向亚伯拉罕应许 明年这个时候萨拉必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以萨之后所发生的 第二对方到底是不是玷污了萨拉呢 在十二章法老应该是已经占有了萨拉 因为法老因萨拉后代亚伯拉罕 并且上帝也将大灾给法老和他全家 看来是已经有事实 但是二十章非常明确的说 亚比米勒没有亲近萨拉 因为上帝及时出手阻止 第三我们看两件让七事件的后果 十二章上帝借着法老让亚伯拉罕得财产 改变了他出到迦南逃难的情况 那二十章上帝借着亚比米勒 让亚伯拉罕得地可以随意的居住 所以你会看到两件事情 都是让亚伯拉罕因祸得福 那么第四 为什么这一次上帝阻止亚比米勒亲近萨拉呢 上帝已经明确的应许 明年以撒就会诞生 所以我们想如果这个时候亚比米勒亲近他的话 那么所生的孩子会被毫无质疑的认为 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吗 如此的话就会使亚伯拉罕从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的这个应许落空 亚伯拉罕之约也就落空了 地上的万国因他得福也就落空了 那么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应许的女人的后代 所代表的神的计划 拯救的计划也将归于无有 所以事关重大 上帝必须要出手阻止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亚伯拉罕虽然不义 但上帝依然赐福给他 就是为了要保守亚伯拉罕之约 在十七章第七节说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建立我的约 做永远的约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所以你会看到完全都是上帝为主的 上帝与他来立约 并且上帝要持守这个约 另外提出来一点 上帝让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 全族女人的不孕祷告 神就听他的祷告 医好了他们 使他们能够生育 而亚伯拉罕自己呢 他虽有上帝的应许 却苦等了漫长的二十五年 甚至当他在给亚比米勒家祷告的时候 他也没有 还没有得着这个应许之子 这呢就是上帝在给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功课 让他在环境当中认识自己的软弱 无能 让他学习 忍耐 等待 然后也教导他不看环境 更不能靠着自己 而是要学习单单听信神的话 基拉尔事件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信心之路的一个转折点 从此以后 在圣经当中 你再也看不到亚伯拉罕在信心上边的软弱 他坚定的信靠神 成为后世信心的榜样 两点 灵修默想的亮光 第一 上帝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所以放心大胆的把你一切所挂虑的事 完完全全 无依无靠的仰望交托给主吧 第二点 没有什么会拦阻神的计划 上帝的旨意立定在天 他的计划必会成就 那么你愿意寻求神今天对教会 对你的家庭 你的工作的旨意 并且参与到神的计划当中吗 愿主借着他的话赐福给你